巴伦的安保措施升级 特勤人员换上防弹背心 关键时刻肉身挡子弹 特朗普曾经遭遇过两次暗杀 真可谓现象还生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巴伦的安保措施全面升级 据说可以跟现任美国总统媲美 真不愧是北美第一太子爷 巴伦特朗普在他的安保团队的簇拥下抵达NYU 身边除了普通保镖 还有特勤局的工作人员 虽然被围的水泄不通 给巴伦造成了很多困扰 但是为了安全只能忍耐 在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上课的时候 身边总是前促后拥 据说这些特勤人员 统统换上了防弹背心 因此看起来有些骨骨囊囊 这么做的目的已经很明显 就是要全心全意保护巴伦的安全 关键时刻要用肉身挡子弹 看来特朗普的确怕了 自己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暗杀后 立刻在儿子身边配置了大量的特勤 为了防止别有用心的人接近巴伦 安保措施不得不提高到最高级 并且尽量减少公开亮相的次数 上课的时候 特勤人员都会一一检查同学们的证件 确保没有危险后 老师才开始正式上课 不少网友也在感慨 巴伦凭借一己之力 就让纽约大学成为全美最安全的学校 但是换位思考一下 巴伦却给身边的同学制造了很多麻烦 时时刻刻都要带着证件 还要忍受巨大的噪音 甚至连逃课都成了失望 巴伦尽量保持低调 然而他身高超过两米 绝对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每次下课的时候 巴伦身边都是浩浩荡荡的安保队伍 简直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 就连巴伦的哥哥埃里克 也调侃他是全美最抢手的单身汉 真是毫无自由可言 同时也提醒巴伦 一定要小心身边的女孩子 防止被坏人承虚而入 保证人身安全才是头等大事 千万不能恋爱脑 现在巴伦的安保措施 已经到了万无一失的程度 唯一可能接近他的办法 就是美人计 这才是防不胜防 难怪哥哥已经开始给巴伦打预防针 作为家族的希望 以及未来的美国总统 18岁的巴伦行动不变 甚至不能参加任何校园活动 没有出席开学典礼 也无法参加社团活动 巴伦的大学生活注定枯燥无味 根据纽约大学的同学爆料 巴伦整个人看起来很忧郁 上课的时候总是很安静 从来不会主动举手回答问题 生活在这样的豪门望族 巴伦虽然可以享受荣华富贵 但是总是感觉缺点什么 失去了一个正常青少年该有的快乐 尽管特勤局的工作人员 努力为巴伦营造私人空间 并且不想打扰他的大学生活 但是现在看来根本不可能 据说巴伦上下学都是车接车送 周围黑压压都是特勤 几乎没有任何私人空间 不得不感慨美国的特勤也不容易 不光被迫要上大学和听课 关键时刻还要挡子弹 必须做到眼观六路而听八方 否则巴伦很可能就是下一个安倍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